今天呢有一位球迷朋友问我说 看到了我们发出的这个广州和深圳的训练赛 感觉到强度非常大 对抗非常激烈 有很多全场的包价防守 反而NBA比赛为什么很少有全场的夹击 那首先大家在正式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呢 都是远近为主 近近很少 那我们当通过近近来给大家 说出我们的训练赛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其实这个CBA的这个职业比赛的对抗是非常激烈的 如果说你是业余球员 想在职业赛场去跟职业球员对抗 这个基本上是很难匹配 那在CBA从个人的突破传球这样的技术呢 我们确实在国际上 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弱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NBA因为个人的突传 个人技术是越来越好 在NBA想夹击那就会两个人防一个人 其他的就会形成多打少 一旦夹击球传出来那就是被给对方送分 那他们最多在一些夹击的这种区域 会短期的进行夹击 目的不是为了抢断 是打乱你的进攻节奏 所以说还是要提升你个人的突传的能力 这样遇到夹击的时候 你就会很自如的去破解对方的防守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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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